俄羅斯總統普丁笑得開懷 歐亞經濟聯盟25號在聖彼得堡登場 普丁好嗎 幾百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發言時 竟然開啟普丁玩笑 說到雞蛋時 盧卡申科故意看了普丁一眼 因為先前普丁年中記者會 悲鳴退休老父嗆 但價太貴 敢開普丁玩笑 凸顯兩人請比金尖 盧卡申科26號還幫普丁搭外宣 表示俄羅斯戰術核武 已經運抵並完成部署 讓波蘭等鄰國繃緊神經 而同一時間 西方與俄羅斯的經貿制裁戰爭 現在北京也要參與卡 中俄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開展正常的經貿合作 不應當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預和限制 五時十一月初 美國將俄羅斯北極 一化天然七二號列入制裁名單 中國打算要繼續合作 有了中國和白俄立體 讓普丁有如神助 只是他的頭號政敵 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神隱進三週後終於有了下落 這就是伊曼尼尼斯的安排 北谷裏 博士看到了 歷史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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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